昨晚我和太太之間的一個討論是說,這些事情不如說,要出聲,要回應一下 我說,回應什麼東西?除了屌你媽媽四個字,你還想我回應什麼東西? 沒有人說的這些事情,但那件事偏偏就是,令我相當之不解,不可思議,擴大到如私的地步 我覺得很心痛就是,為何毓民要開一個記者會,去跟你們這些垃圾澄清一件這樣的事情? 為何侮辱了整個香港?為何我們會淪為了這樣? 那件事的鬧劇程度就跟邱毅陳志忠的辯論一樣,就在討論你媽媽是不是叫雞,你那張是不是假髮? 你那張是不是假髮?是不是偽造文件?你戴假髮去拍這個passport? 那件事是胡鬧到這樣的地步,但偏偏就推到一個很公共的層面,大家又在討論 我不知道,我覺得很心痛,很心痛是為整個氛圍而感到心痛 說這件事我也同意,就是你現在香港最重要的政制問題,最重要的民主運動問題 其實已經是策略了,去到一些類似個人層面的問題 反而你真真正正整整個民主運動怎樣搞法,整個共產黨的搞法 是沒有什麼人有心去討論這件事的 有人提我留意時間,不要緊,我今天開庭開10點,晚一點點,屌多一會 另一個問題,你覺得我這個說法怎樣?我又要留一點時間給劉雲 你覺得我說的話是不是,還是我不解釋這件事是很有公共的意義的? 因為如果你說拿回台灣兩個立委辯論的比喻,可能說他戴假髮拍照在偽造文件 真的很低能,或者是否叫雞這件事 但是可能在一般普羅市民的心目中,他覺得如果一個很重要的政治人物 原來他的一些關... 即他手上有一件事,這件事是令到... 那個影響是很大的,對他個人的抉擇有影響很大的 有些人就會認為這件事不是他自己私人的事 所以就不是說只是戴假髮,扮英俊去拍照 這樣的層面,所以有些人就會認為 因為這件事會很影響到那個有份影響香港決策的人的方向 所以他們就說,雖然這件事是一件很私人的事 但是因為在這個角度這樣看,這件事就變得跟大家都有關係了 OK,OK,所以一定要... 戲份之外都要留給洛文說幾句 我們要保持有不同的聲音 這個我講一點,順暴中在台中交給你講 第一,我講了很多次,你回看龍門鎮 龍門鎮就已經講泛民總辭了 龍門鎮就已經講泛民總辭了 講了這麼多年,然後在商台的時候又講 然後到玉敏從政,他真是做 喂,那時候你不能說他投工? 他做的事這麼久以來就是做這些事 好了,分裂泛民 泛民沒有不分裂的本情 這句話是幾時說的 你找出來,這句話是幾時說的 如果你認為他的行徑,他的行為 是殘害香港民主,損害香港民主 麻煩你從九十年代開始說 就不要拿這件事,那件事的原因,你的邏輯 你的邏輯就是說,喂,因為... 我要懷疑你做事的立場 首先要看一件事 好了,出了這個事態 那件事態是幾時出的 報紙有燈的,這件事 報紙有燈的,這件事 幾時被捕的 消息是幾時出來的 拉了多久,報紙是有燈的 不是等到昨天玉敏的記者會才說 你看看被捕的事件 你對照整個人 或者整個政治團體 他們處事的路向方向 轉化了些什麼 變了些什麼 跟之前有什麼不同 你要從行為出發 即是等於我們的吊賊民主黨的時候 我們就說 你老母,你講這樣的雙普選承諾 然後你忽然間自己變了你的原則 我們是從你做的事去說你變了 我從你的事去說你變了 不是說你的樣子變了 不是說你的家庭背景變了 不是說你的資產多與少變了 我不是從這方面去說你變了 我不是說劉慧卿怎麼看 你去完中聯辦之後 為何你穿的衣服 現在這麼傻,花肇 我不是這樣的評價你 我是從你在政治上 你做了什麼去評價你 我是從你過去的言論 今日的言論去對比去評價你 你對比一下 整個政治組織的路向 在這件事件發生的前與後 有什麼分別 如果沒有分別 那件事 為什麼會是你指控他投共的源頭 講不通的嘛 當然我也明白 我剛才所說的訊息 如果一般普羅的民眾 停留在 原來他的兒子被捕了嗎 原來有件事嗎 那你就更加沒有辦法去推論到我剛才所說的 在這個背景的信息發佈情況的背景裡面 有很多人利用自己身份的公共性 或者自己的一些渠道 無論是你的節目 文章的專欄 地盤 那個平台發表這些見解的時候 傷害性當然是相當大的 這就是我對於這件事的見解 因為我剛才提出了這個疑問 那我就說回我對這件事的觀點 其實我同意的 但如果你真的要我認真去評論 相當認真評論 我就是再說回那個結論 我除了說屌你媽媽四個字 還有什麼好說啊 我除了屌你媽媽 還有什麼好說啊 台長你有沒有要補充一下 我沒有什麼補充 沒有什麼補充呢 沒有什麼補充 就回到另一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評論這件事真的很侮辱我 就是最令我氣憤的地方 是要我去說這件事 你令我最生氣的 你明白嗎 這麼簡單的事 就是等於 就是等於在網上討論 最討論的地方就是 你面對五毛最生氣的地方是什麼 五毛跟你說 民主會拖垮經濟 你覺得你回答他都很傻 我回答你你侮辱了我 就是去到這樣的層次 那再說回比較實際一點的 實際一點的問題 就是剛才台長說的問題 根本是否應該由前線退下來 是否下屆不參選 這個真的值得說 因為這個牽連很大 大家知道其實就 現在在這個立場參與的人 或者人民力量的人 你是找不到一個類似欲民級數的人 去做到欲民正在做的事 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由社民聯到現在 其實整個運動是擴張得很快 是 舉個例子是SOHO 其實我幾個月前 我不認識你 我沒見過你 很多很多這些朋友 你起到的了 記住他的名字 我開始記到你了 因為我不是記到你 不是因為在這裏 因為我中環上班的時候 我常常見到你那個 在那裏 有一個很大的和合的過程 人來自四面八方 背景不同 教育程度不同 做事方式不同 做事方式不同 所以你會見到 雖然這幾年 很多社會的抗爭運動 甚至我可以說網台界 可以說是爆炸性的增長 但隨之而來 亦有很多很多人事 結構 策略的問題 所以你會見到 很多事情是無人無知 在網上爭論 這是必然的 因為這個運動的增長太快 很多事情不是一時間 大家可以配合得到 就是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你做每一件事 都需要一個相對地有說服力 有權威性的人 我不是說無條件去相信這些權威 而有些人 譬如說他做一些事情 或者說一些事情 起碼有人聽 有人會參與 這就是凝聚到這個動力 我想今時今日 其實抑敏在香港的政治環境 他可以說是屈自可訴 其中可以做到這件事的人 所以如果抑敏 譬如他不參選 或者他退居二線的話 其實整個運動 我會很擔心群龍無首的現象 群龍無首跟著會來的 就是 組織內的爭拗 是很難去最後有一個 有權威性 有說服力的仲裁者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覺得很多朋友 走來跟我問 抑敏這樣 或者他處事的方法 我的答案很簡單 我很坦白說 有些抑敏處理的事情 譬如人際關係處理的方法 我自己未必完全同意 但我覺得最基本的原則 最大的原則就是 抑敏在這裏 或者人民力量在這裏 是一把尖刀 即是這個 你在面對別人 拿著機關槍手榴彈 而只有這個武器 是具一定的 少少的殺傷力 如果一旦你放下這把尖刀 其實基本上你是手無寸鐵 你會問 有民主黨 有公民黨 有其他人 我的看法就是 他們基本上是沒有殺傷力的 即是說 你如果沒有類似 抑敏這種抗爭型的力量 你可以說 你去講這些話 只有一把口 實際上你被任人餘肉 這個就是 又或者這樣說 我補充一句 民主黨我就不敢講究 譬如以公民黨這樣算 公民黨如果在整個政治光譜裏面 作為一個緩衝 又或者它是負責去跟整個政權負責 所謂的談話 這個 我想先說 幫中一點 你要有一個這樣的義和派 你就必須要有極盡派 你根本沒有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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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蕭先生說過 能戰才能和 你根本沒有兵 你根本沒有兵 你根本沒有跟你談 如果你譬如 阿毓民這種抗爭型的力量 是消失了的話 實際上我們沒有現在能力 這個是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但剛才你說過 譬如說公民黨或者民主黨 其實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他們會為他們的原則和信念 可以付出多少代價去爭取 其實整個抗爭運動的問題就是 好了 很多人吵 很多人吵 在最後 如果人家真的要打你的時候 說到最後 人家真的要打你的時候 你會拿出什麼去捍衛自己的基本權利 這個很重要 這個就是 由毓民說到整個抗爭運動 譬如我們今天都會說 那個大規模的政治檢控以及拘捕的問題 這件事是 兩者是緊扣著的關係 但是因為我想去廁所 所以就休息一會 未走著 我們多做一會 我就跟著才交給台長和羅雲 休息一會 天馬電影何歲喜劇又來了 恩子丹 庭君如 古天樂 陳惠霖 杜汶澤 洪代林 黃百明 楊覓 庭千羽 劉子千 一起陪你笑著歌連 恭喜發財 龍馬精神生生生猛猛 龍年行大運 龍精虎猛 切入平安 大家都開開心心 身體健康 希望大家支持我們這部可睡片 八星抱喜 恭喜 1月20號 八星抱喜 我們不是政治人 我們不信靠人的能力 我們對公義的執著和實踐 是出於對上主的轉向 星期四晚八至九 天外有天 靚波王速新推出赤板豚骨煲 鮮辣新口味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 和靚波王 他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也都遠近辭明 靚波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事 上一場靚波之味 即打23990812 或上 www.23990812.com 天馬電影賀歲喜劇又來了 恩子丹 吳君如 古天樂 陳惠霖 杜汶澤 熊代林 王百明 楊密 吳千羽 劉子千 一起陪你 笑著過年 恭喜發財 龍馬精神生生猛猛 龍年行大運 龍精虎猛 切入平安 大家都開開心心 身體健康 希望大家支持我們這部可笑片 百聲抱起 恭喜恭喜 1月20號 百聲抱起 中國富強金融集團 股份編號290 專注服務中小型資本市場 提供證券買賣 資產管理 財富管理及品牌推廣 助理把握先機 我有個問題 困擾了很多年 Tina說她有答案 各位聽眾有沒有留意到 自己冬天是要英俊了 或者英俊了 這件事 我從小學說的時候 我已經留意到 因為冷縮熱障的關係 冬天的時候 我們毛孔會收縮 自然地 皮膚看上去 會白一點 和滑一點 和輪廓會收緊 啊? 如果我相信了Tina 我是不是有很多個問題 五個一夜情 It's alright 星期一至四晚十點 五個一夜情 早就禁愛 靚波王速新推出赤板豚骨煲 鮮辣新口味 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 和靚波王 他的新鮮首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也都遠近辭明 靚波王還是為生 明星期一日 超級距離 對 熊